新疆烏魯木齊上週四發生十四九箱住宅大火 內地不少省市有市民舉起白紙抗議封控措施 香港有網民發起集會 週一晚上7時多 去到中環戲院李一帶悼念死難者 現場所見大約40人到場 有人舉白紙 也有人到場獻花 警察拉起封鎖帶分隔行人和悼念人士 我覺得要悼念烏魯木齊的死難者 還有對中國內地的這幾天 學生和市民的示威活動 表示一個支持和聲援 其實新疆這個事情不是最大的 但是終於這好像是一個臨界點 大家要受不了了 那我覺得大陸的人都開始用自己的行為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也希望能夠支持他們一下吧 我知道今天肯定來的是很少一部分 就是那大陸人可能 他因為成長背景的關係 他不是很舒服 面對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樣的聚集 但是據我了解 我的朋友也好 我的同事也好 幾乎沒有人支持 繼續採取 非常嚴厲的清零的政策 我的家人朋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受到封控政策的影響 都度過過無助的被封禁的時期 最長的時間我本人曾經有五個月待在大學校園裡 在重慶近期的封控當中 依然出現了孕婦搶救不及時的事件 包括有小區內有兩歲的小孩全家都被拉去隔離 只剩下兩歲的小孩在家 不要低制 不要高制 不要自費 要自由 2019年一整天參加反修例示威的王婆婆王鳳瑤 亦現身喊口號 王婆婆突然被一名男子搶遮 下山洞去AM Sundivia 男子便被警方帶走 另外中文大學有五十多個學生 在民主場對出舉辦燭光道念集會 大學保安在場拍攝 多次查問誰是搞手 但沒有人回應 學生近8時時散去